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还讨厌 我说你他们都少抽两口啊 是 我们都快成熏鸭子 少抽点 少抽点 哈哈 何大人来 您也尝一口 去去去去去 一会万岁爷就要降临了 你打算把万岁爷寻出病来啊 呵 万岁爷今儿可是不会来漏 你胡说 万岁爷日离万机 他怎么会不来啊 那万岁爷可让咱们在这 候了半个时辰来啊 那兴许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办嘛 湖广洪灾朝野震撼 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重要啊 皇上心里怎么想 岂是你我之辈所能揣脱的 各位大人 皇上说了今儿没空 还是请各位大人都回客吧 没听见 皇上让走呢 何大人 这救灾如救火 咱们两个不能走 你又要出什么鬼店的 请何大人与我一同去面君 不不不 皇上说了让走 你再去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这君有君义 臣有臣责嘛 我知道何大人 您是一个有肩膀能扛事的人 您这样看我 当然了 秦大人您像这样看我吗 当然了 那我陪你去 好 何公公啊 请带我与何大人去面君吧 这不妥吧 你放心吧 出什么事都由我与何大人共同担着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平时看见我们两个人好像意见相左 其实在很多大事时 我们想法完全是一致底 没错没错 就在这时刻不容缓 赶快去吧 既然二位大人都不怕死 那咱家也就豁出去了 二位大人请 何大人请 走 皇上究竟在忙什么呢 怎么连早朝都不出来呀 皇上呀 在忙那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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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大人跟何大人来了 好 好 季大人 何大人快过来看看 这风筝啊 瞧你这风筝放了 先说这风筝闻得真是智作精巧 栩栩如生啊 在今天皇上的手这么一放 那堪称天下第一风筝啊 我看你堪称天下第一风筝啊 一马屁啊 季小兰 你看看哪 皇上 这风筝好不好 臣一放便知 你还要放一放 你过来放放了吗 季小兰 你会不会放风筝啊 季小兰 你既然放走了万岁的风筝 你该当何罪 臣放走万岁的风筝 就是要提醒皇上 不要只顾天上望了地下 季小兰说什么呢 吴广水灾百姓哀鸣 皇上 您不能示弱无土只顾了在这放风筝 季小兰你是说朕是无道昏君了 季小兰你这是欺君犯上啊 季小兰你以为这风筝是朕做的 这是十八格格做的 十八格格 十八格格 十八格格听说胡广闹了水灾 彻夜不眠哪 十八格格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啊 太后告诉她 那放风筝可以对灾区的灾民消灾其福 她就连夜亲手做了这个风筝 并嘱咐朕要亲手放飞 十八格格真是大慈大悲 官是因在世啊 她的这份仁慈之心简直令奴才快要掉眼泪了 而你季小兰居然取解圣意 侮辱格格一片善心简直令人一分填膺 皇上 臣误解了皇上罪该万死 现在太后把十八格格当作掌上明珠 那么祖孙两代联手想为灾区做点好事 那朕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皇上既是孝子又是慈父 简直是天下楷模 季小兰 臣在 你就这么把朕的风筝给放了 皇上我是 三天之内你把风筝给朕找回来 咱们这账一笔勾销 臣领旨 可是这风筝一去不复返了 是啊 皇上 那要是找不回来呢 要是找不回来呀 你就自己摘去顶带回你的草堂种菜去吧 种菜去吧 以后益善房需要菜的时候我就找你 嗯